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个人印象当中石油多出产于海洋或者是沙漠 另外一个我觉得地球上既然能形成石油 其他的星球也可能形成石油 那你现在如果有可能的话 你第一个去的星球去找游的星球是什么星 我想应该是火星吧 到火星上去 好 我们欢送一下这位火星来客 来 旁边这位女士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那王进喜那个激动人心的形象的话 我现在还有 但是现在我就觉得这种人物怎么就不见了 缺了王进喜咱们就找不到油 对 因为这个消息太少了 所以这样的企业也没听说过 但是在前阶段我听说在内蒙找到了天然气 我觉得内蒙那么大的地方就没有石油了 所以你打算到内蒙去找一找 我们这位专家刚才也举手了 石油界的一个老领导曾经高瞻远瞩地提出过 所以如果说我们的前期的勘探工作做得好 实际上我们中国的产量最大的竹竿 如果插到那个油田上 石油就冒出来了 太激动人心了 但问题在于说竹竿往哪插 这个是一个问题 用什么方法找 我认为前面这个师傅讲的就是油杆擦到哪个地方 哪个地方就会喷出油田 您的说服太亲切了 前面这位师傅 他们都是油田上的朋友 我希望他的油杆擦到我们的新章 或者是科拉玛伊大油田 我个人是做古建筑的 因为在古建筑里面 要是想去找这个文物的话 是用洛阳铲来找 所以我觉得是不是找石油也可以用这种洛阳铲的办法找一找 哦 那 你这个是一举两得 考古和找油两不误 这个建议不错 很多人都想知道我们刚才这些问题背后的标准答案 今天我们为大家请到了一位非常权威的人士 将会为大家来做解答 他刚刚荣获了全国杰出的技术人才的光荣称号 而且我要告诉各位的是 从建国以来我们海上石油的一半都是他找到的 他是谁呢 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他 他叫邓运华 经他发现的油田总计有30亿方 预计可创造经济价值2520亿元人民币 曾经创造中国同期石油储量发现之最 21年前 他打破了渤海近30年没有勘探发现的被动局面 发现了第一个油田 在英美法日等国石油巨头煞雨而归的地方 他却寻到了石油宝藏 至今 他仍保持着82%勘探成功率的实力